台灣前總統馬英九 星期一啟程前往中國進行為期12日的訪問 馬英九說這次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 並帶領學術交流團及大學生代表團及其家人 但此行充滿政治意義 馬英九說 但我很高興我能夠去 因為除了祭祖之外 也帶來了台灣的大學生到大陸那邊 去跟他們交流 希望透過青年人的熱情互動 能夠改善兩岸目前的氛圍 讓和平能夠更快更早的來到我們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能夠進行這次訪問 在馬英九離開之前 少數來自一個支持獨立組織的抗議者 在桃園機場的出發區舉行了示威活動 另一邊一小班統派人士也來到機場聲援 馬英九統治期間的政策 使得台灣和北京的關係到達了有歷史以來最密切的關係 但他卸任後卻因為反對與大陸達成貿易協議的大規模抗議 而蒙上陰影 他的繼任者蔡英文專注於捍衛台灣民主體制的自治 中國聲稱台灣是他領土一部分 馬英九的訪問正值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之際 北京將這個自治倒序視為他的領土一部分 並發起一場處處逼人的運動 說服台灣剩餘的盟友、宗旨和台北的外交關係 在星期日 洪都拉斯宣布與中國正式建交 台灣剩下13個國家承認他是一個主權國家 在星期間發布局勢升級之間 感谢观看